Ricka 師兄 遲些一份EV 星期二晚 直播時間八點鐘 好 播送 好 來到下半場 上面條線講了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線 今天剛好打的 不聽 先集你 首先如果大家不知道 這是哭波桑 我們今晚的 正選陣容名單 有我此一份 有Ricka 師兄 有Ray 還有EV 我們先在這裡做個節目宣傳 如果今晚三點鐘 大家是看四強的 嘗試按進來生活台 看看有沒有連結 不是直播連結 是有機會有 沒有我的第四十二星度 OK 大家要走地 多謝大家 剛才我臨在上環廠 過來模擬的時間 所謂的製作團隊 是有初步的建議的 至於今晚有沒有 大家就真的要拭目 看看他們會不會按照相機 多謝大家的like和支持 多謝大家的like和支持 多謝你們 有沒有留言 留言都是大家在聊天 好 講的是RGF 還有支持英格蘭 懂聽 厲害 小虎也是支持英格蘭 厲害厲害 有人投訴師兄年西伯爺的機會都登 不是 燈你夠 好 嘩 嘩 吞下肚子 你夠加士白燈嗎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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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條線 明晚深夜三點 就是英格蘭對丹馬 你講漏了幾個字 正義之師英禁 你講漏了幾個字 主場 留給師兄說 首先第一件事 你不可以過份吹捧 吹捧得很厲害 就反世 不是吹捧 這是事實 吹什麼捧 沒有吹也沒有捧 這個正義之師就是正義之師 是獅子 英格蘭 三獅子 正義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Origion Football is back to origin 他那個slogan是寫的 不是我講的 好 那邊的條線相對 真的比較平淡 英格蘭對丹馬 英格蘭出線過程 也是相當平淡 對著烏克蘭 烏克蘭的小弟好運 對著瑞典的那場 16強 大家集體看好 全世界都不知為何看好瑞典 對著瑞典的意思 一馬一開二架加斯 我們 那場是瑞典 那場是瑞典 過去那兩種顏色 瑞典有兩個中柱 是有點不幸 其後加斯拿了紅牌 結果去到最後 最後被人求催 一再就完成了 結果烏克蘭就完成了 但去到正義之師的英格蘭 這場是現形的 很正常 不是很正常 英格蘭兩球 好像捉鬼一樣 現形 英格蘭由哪一場講起 英格蘭不用了 由這場講起 由這場先 由幾分鐘講起 前面不用了 烏克蘭號分中了 三分鐘時間 完結了 英格蘭陣容 這場打四個後防 霍加 右閘左閘 中間是麥龜 帕斯東斯 龍門是迫覆特 中場是 Rise Deklund Rice 和菲立斯 打一對後腰 攻擊中場是萬治 中間 左邊是史達寧 右邊 先留意 新組剛好以幾千萬 七千多萬的英鎊 八千多萬的歐元 加上了萬聯 這場比賽就由得正傳 這次真是coming home 正式介紹 回歸英倫 也是萬治斯律師 不是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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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堅實的防守 留意這場 都是歐洲王者集中 香港 最堅實的防守線 萬治斯特的防守線 就是在英格蘭 你看到 從麥龜 筆福是從而會 不是 筆福是在他的 他帶領 筆福也是防守線 筆福也是防守線 筆福不是防守線 不需要龍門 筆福是沒有龍門 他失去前面第一場防守 筆福是那些辛苦的 筆福是不加龍門 筆福不是防守線 筆福是不算 從六梳 打萬聯 史東斯 萬成 曼城 麥龜 曼聯 荷加 曼城 曼徹斯特防守線 曼徹斯特防守線 曼徹斯特城牆 曼徹斯特城牆 成功助攻 去到鞏固英格蘭國家的尊嚴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法國有馬其樂防線 沒錯 英格蘭有曼徹斯特防線 這個工業革命很厲害 很厲害 馬其樂防線不是很厲害 這個馬其樂防線差一點 這個曼徹斯特防線是厲害的 也是威名遠播的 威名遠播 今年又塞球嗎 其實 這次歐國有塞球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塞球 蘇格蘭那場都是洞洞的 沒有塞球 你說這個曼徹斯特防線 雖然前幾場 說真的不是曼徹斯特防線 沒有墨歸的 但是 現在墨歸出來 這個曼徹斯特防線 成形 看見真章 看見真章 看見真面目 由著擁有光芒的城市走出來 是比較厲害的 當然 說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沒錯 這個曼徹斯特防線 我只是在曼徹斯特防線 一遇過一遇過一遇過 我國的太空人看著我怎麼看 這樣就很難看 這個曼徹斯特防線相當重要 中場再向前 看到 於英格蘭的正義之師 就成形了 對面不用多說了 對面就是雙爺爺 爺莫蘭高爺濫出克那些 沒辦法 對著正義之師實在太強勁 所以基本上都很快 幾分鐘 3分鐘 4分 3分多 4分 我當4分 1比0 1比0 那球就是Stirling 今次歐國盃 平心而論 比他在球會的表現 對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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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慢中去慢慢叉叉 這就是慢中的目標 這腳步 留意 對 斯多雷領 其實本身面對著三人的防線 沒錯 但是有一個 陸梭上來 就引了一個酒 引開主意 突然 他就在仁娜當中殺進去 不是仁娜之中 他是向右邊推 他推出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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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推出黃色的線 然後陸梭上去 然後陸梭上去 陸梭上去 其實他沒有過人 這個過程中 沒有過人 但是他離開了重圍 他順利把球帶到負位 其實他沒有過人 但是他到這個位的時間 他就很通透 給了直線 你看到大圈中間 哈里簡尼 前面那個 本來頂得哈里簡尼 挺緊的 誰知道忽然間鬆一鬆 鬆一鬆就被哈里簡尼 忽然間 就有一個吉位 因為左腹位 有一個即時空位 進去 結果轉心進去 後面那個又包了 結果包了越位 結果哈里簡尼就擔刀 就是這樣 這個波就很坦白說 就是前面 原本迫著哈里簡尼 如果那條線 可能偏向我們 現在的角度方向 左邊一點 這樣就應該折到球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哈里簡尼的功力 他那些前鋒 滿彈來的 他會折折你的後衛 讓你撐住 他那一縮後 那一給他一縮後 你就反應不像 其實你得住他那一刻 你反應不像 出不像腳 這就是哈里簡尼厲害的地方 這些是四手厲害的 我真的說 哈里簡尼前面幾場 沒有拍 好像去球會 八月麗牌沒有拍 接著熱心完畢 就離家火 這場波叫輕輸腳 他之前不是四場熱身 那不是第四場 第五場 現在不是第幾場 第五場 第五場 就是哈里簡尼的火 這些是定血來的 我們都說了兩季以上 定血來的 所以就要聽 還要黑心追燈 結果就有事 結果黑心有事很難說 所以這就是暗黑的技法 結果一比零 一比零 其後其實 有點膠著 左差右 右差左 但烏克蘭又沒有什麼作為 其實開始 你會看到 應該要看一看你什麼 什麼 先縮一縮 因為你看到幾場 頭段的十幾分鐘 他壓一段後 就會退後 等你過來 回一回氣 其實上半場 雙方射門次數是一樣的 都是五對五 其實都是 其實差不多 烏克蘭的射門在外面 烏克蘭的射門 就有一腳中籠 要龍門飛 其他那些就沒有威脅 沒有什麼威脅 下半場 很早 一來就來 一來就來 兩個高波調過去 第一腳梳爾的罰球 扯過去 原本就是 麥龜越位 誰知道 烏克蘭包了越位 最前面 最前面 他就退後 結果就包了 再加上 烏克蘭的守衛 根本就沒有看 結果被麥龜 就 舍上去 投槌 搞定 輕鬆 輕鬆 2比0 不用多說 好 接著這腳球 3比0 是一個反擊 其實 紅圈那邊 就是打一個 三打二的攻勢 帶著球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帶著球那個 後面後上 有個光環的 就是梳爾 前面那邊 右邊 最右邊 就是史達琳 史達琳 是一個三打二的形態 南圈那邊 帶球在左邊 就是上球 帶球這個 是不是Ryce 不是Ryce 不是Ryce 是Phillips 已經換了 這麼早就換了 有 有 好似Henderson Henderson 是之後才進來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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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第二章 去到史達琳後抽 是 接著球給了史達琳 接著對著兩個 去到中國 Ryce 在外線 史達琳 用他純熟的後抽 一抽 就抽過去 給後上 Luke Shaw 馬上第一時間 全中 哈利簡尼 中間 鬆動 沒有人抹 鬆動 兩個中間 不跳 鬆動 那麼 哈利簡尼 多謝 三比零 都沒有人看 根本是任頂 我不明白 在這裏 你應該看到 他應該有一個人要黏住他 那這些就是烏克蘭的防守 差不多 但一集我們已經說 烏克蘭的防守 也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對著正義之思 英格蘭有這樣的狀況 是非常合理的 我記得上個星期 你們問了 奧斯卡問了 東歐足球專家 都說烏克蘭的防守很頑 大家都知道 但他對瑞典就OK 對瑞典就OK 對瑞典就OK 但對正義之思 英格蘭這麼強勁 是沒有辦法 不是 那級數是有距離 對 那級數是有距離 英格蘭和瑞典再說一次 是有很大的距離 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對 因為這個正義之思 英格蘭是 Goodball is coming home 是足球的緣起 所以 瑞典這些是 What's that? 師兄我真的覺得 你是這樣說 烏克蘭 足球 是由我國的足球之間 也是 足球還足球 足球還足球 千萬不要按摩 我們找回那些 不知道什麼秦始皇 那些 不是 師兄剛才是說Football Football是對的 Football是對的 對的 對 足球還是足球 足球是踢足球 足球 大家看回烏克蘭的分組賽 對什麼對手 對荷蘭失三球 對馬其頓也要失一球 他對著哪一場不用輸 對著 對著奧地利也要輸 你想想一下 輸一比零 然後就是瑞典 然後就對瑞典 所以說瑞典其實 其實本身的質素也不是很高 對 瑞典他也要失一顆 其實他沒有什麼 射時候是沒有失 很幸運 瑞典那場 其實是半斤八兩 大家都海軍鬥水兵 對 基本上水準很低 對著一些有級數 對著一些有級數的對手 對著四比零就緊局了 你想想英格蘭上一場 贏哪一球 贏得德國兩球 對著一球也贏得不到 對著 德國對著我看好的葡萄牙 炒多少 四比二 對著有自尊的葡萄牙 炒四比二 OKOK 沒錯 根據這個演參的方法 英格蘭應該是大炒這個葡萄牙 就大炒烏克蘭 很正常的 可以進來 所以就是四比零 更加的那一球 不用多講 又是斬到牽達神前處頭槌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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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之詩正強 根本只踢了六十分鐘 一開下半場 你輸了兩球 還有你輸了幾球 所以這場球是 就是尼物浦可以三比三嗎 這場球所以都 參考價值不是很大 但是根本就 英格蘭在整個歐洲國家盃裡 是沒有什麼出過力的 出得最多是德國那一場 都不算出得太多 算很辛苦 蘇格蘭更辛苦 還有那些不穩定因素 烏克蘭那一場 其實球證是德國的球證 這場球很奇怪 用德國的球證 剛剛德國輸完給英格蘭這些 這麼有恩怨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用德國的球證 法國西班牙球證 沒有問題的 兩個國家剛剛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兩個都好朋友 沒有問題的 老闆沒有問題的 足球場面就沒有關係 你暗示英格蘭對德國的球證 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時候還沒有簽的 現在還簽了 還沒有簽 即是準備簽 還沒有簽 還沒有談好 談好之後 回到來 用哪個球證都沒有所謂 要不要跟德國打嗎 什麼 德國那場 看他活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不需要點多說 德國 我沒有看 我沒有意見 我有看 你有看嗎 那你說兩句 有看就是 其實真的不能打 最初 你天武雲南都嚇不了 德國盧維 用得天武雲南 都知道是投降 不是 最初的觀感 還沒有覺得他投降 還是上線 最初佔上風一點 是 上風也是很虛 但你想那球不進去 沒有啦 現在是梅拿 梅拿也投降 之後的啦 梅拿最生氣 最生氣的啦 一比零輸一比零 有球單刀 單刀而已 德國勇等都知道 都深知都知道 這場球就在輸什麼 大家知道 那個季尾 其實聯賽季尾 其實你見到這首 德國的中前場的攻擊球員 其實不是幾個友好的狀態 不是 水尾啦 他在奧斯都宣告 不打國家隊 有些都 水尾啦 有些都 他在奧斯叫陸平 最好的應該是蓋斯卡 對 那路維這些 金美智都ok 都等收工的 金美智都ok 金美智要頂住閘位 他整個國家隊 整隊球的氣氛都是等收工的 你始終說明 玩完 路維一定玩完 其實根本很多德國的勇等 都說路維這個大賽 就應該一個禮的收棄 上次世界比你這樣輸給南韓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真的要兜 那時候大家果斷分手 不是兜的 兜就不會兜的 果斷分手 結果這屆大賽其實是 如果是上個暑假的話 德國那手人的狀態會好很多 或者 夏佛斯跳舞雲南 不是剛剛這個聯賽賽季 踢完出來的狀態 至少夏佛斯那些還得到 葛斯家可能差一點 卓奧斯還是不錯 高薩斯可能還沒有什麼好的表現 高薩斯還沒有上位 上了 但還沒有上了 不是上了 基納比 至少上季的基納比 和今季的基納比 都不相同 其實是 賽事退了一年後 後衛證 令到他的表現更差 沒得這麼說 荷蘭也沒有了偉大的後衛 那荷蘭就算有 也不會好得多 荷蘭也不同 如果是去年打的 朗奴高文大 不是佛蘭迪寶華大 所以沒得這麼說 差很遠 朗奧迪高文大 好 那英格蘭其實我覺得 是冠軍來的 不用多說 英國歌詞已經很堅定了 很堅定 劇本已經射了 因為這次歐洲國家盃 其實是英超 真的是一個修成期 英超帶來給英格蘭國家隊的修成期 帶來英格蘭 然後做下別人的射手 尤其是德國那些 他這兩三年代也帶來一些 世界各地很出色的教練過來 哥迪奧娜 你當摩年奴 摩年奴 摩年奴 比爾沙 比爾沙 還有很多很出色的教練 高普 高普 都來了英格蘭 把他們不單止正選系統 連清分系統都很大的改良 你認得不看杜蟲 是啊 我留個題 再去揭曉 我故意看著名字 對 我跟李二三 是不是高屋 杜蟲 我就是在拿東西 還有這個 宿舍一查他也沒有看 宿舍一查那些不算是 不算是明教 他不算是光芒的焦點 是啊 不是 我真的留了講 你看到整個其實 是英超的 開始慢慢 將一些外來的技術 吸納了 進入到英格蘭的訓練 清訓的培訓方面 你看他的踢法 跟以前的英格蘭那些 差很遠 進步了很多 你看到球員 譬如科頓 萬治 這些球員 其實你看到的技術 其實都比以往有很大的準確 很多 以前都沒有這種類型的球員 有一陣子沒有這種類型 都很久沒有這種類型 我想有22 很久 你萬治 這些其實是少 新組這些更加都是少 新組都不是你這個系統 所以 其實今年英格蘭其實要收成 我們說Big Four 變成Big Six 你看到簡單 英格蘭球隊在歐聯的表現 其實都已經很清楚了 決賽哪兩隊 車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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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車路士贏了 車路士對萬成 你不要忘記萬成 是 還有就算歐巴也有萬聯 是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佔幹 阿仙奴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你看到 英格蘭的足球 幾年都入決賽 都是英格蘭球隊 在這段期間 真是 他引入外來的技術 是開始修成的 所以 今年的歐洲國家盃 你看看對手 現在最多就是 意大利西班牙那邊 很坦白說 對不起也要說一句 丹麥是 我們大家都可能很想 丹麥入決賽 有一個同情分 但是很遺憾 你對那一隊是正義之師 英格蘭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所以 英格蘭根本出線是沒有難度 當然也是 如果丹麥對西班牙 丹麥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但是很遺憾 對了一隊防守禁堅實 曼徹斯斯特防線的英格蘭 那你怎麼搞呢 前面丹麥那幾個 杜爾堡 那些殺傷力真的差一截 杜爾堡的走動點 都是攻擊力比保神好 好一點 不同風格 那你拜夫偉特 只有爆字 那他一向都是銷售這一點 對呀 那你沒有的 現在對著英格蘭堅實防線 怎麼爆呢 爆他爆 爆石就有 再加上 最多好一點 就是丹斯加達美利那條線 左邊 左邊就危險些 最大威脅都是這隻 其實呢 你看回折克對丹麥那一場 其實折克本身 硬正就有餘 但是組織能力差 組織能力 以及本身球員的技術 都是 粗一點 真的粗一點 粗一點 即是柔弧多 但是不是很柔弧 丹麥起碼的走動 球員的走位 比較熟一些 靈活一些 靈活一些 靈活熟練一些 Cardinal Dawee 像是阿菲蘭尼 前面的 顏色黑 是今年那麼精彩的 丹麥打了三角後防 韋斯達加達·卡查 和基斯丁神 左邊就是美利 右邊就是 史特拉加拉 中场两个是迪兰尼加帕赫尔堡 前面三个是杜尔堡 左边是拜夫韦特,右边是丹斯加特 丹斯加特和拜夫韦特是换边的 拜夫韦特的右边差很远 好一点,始终右脚顺脚 对面是华斯利克隆门 后方中间一双是卡拉斯和石路斯卡 右边是古法尔,左边是保利尔 中间是赫里斯和帕苏赛 中场是巴拉克,左边13号是斯夫赛赫 右边是马苏普斯,前面是释赫 如果看图的话,第一球要看一看 就是迪兰尼的入球 迪兰尼这场球打得很好 在防守上和高空的针折里面 其实那场球都做得相当之好 后方有很多机会 右边的角球 一个角球冤枉 那你先说一说 角球不是折克踢球出大线 是丹麦踢球出大线 就是判错了 这是一个问题 留意到折克的角球防守 都是人不折克人 每人都有特定的目标 留意黄圈本来是两个折克两个 但是球打开了之后 就是第二张图 你看到 黄圈的六号仔 不知道为什么 就和那两个球员一起 走上去辞署 被走进去黄圈的白衣 就引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引走了 看球的 但是结果就漏了迪兰尼 被他很松容头锤 搞定 另外 靠黄圈下面有个白衣 引了九号 走进去一堆 引了人去前处 空了迪兰尼的位置 但是问题是 如果是人描迪兰尼 没有理由 你不看回自己的人 而去追回球 放车 其实落点 应该就是迪兰尼的位置 所以结果一比零丹麦就有球球领先 那是他们的 失误 训练成功地引开了对手 其实应该没得引 其实那是失误 你说明是人釘人 很明显是人釘人 很明显 每人都有个目标 可能两个误会 全部都以为釘前面那个 谁知道就留了一个 这个是你 这个我契弟契底 契弟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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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知道大家都不认自己契弟 好 结果1比0 好 接着就 接着就去到林圆祥 林圆祥 杜尔堡2比0 这球 林圆祥 韋斯特加特拉比波克 给一个直线 美利又是美利 又是走古化尔的身后 凭速度压过了美利 美利在左边 留意用右脚 脚面扯过去 第二个陆马区 有两个球员准备入涉 一个前处红圈拜夫韦特 后来到这个位置是漏了 但后面还有第二点就是杜尔堡 那个已经完成了 杜尔堡就射入 顺利射入 你看到这些球员很简单 扔到第二个陆马区 浪漫出不了 后上结果有两个点 你看到攻势是相当清晰和有效的 接着就是2比0 下半场是捷克换了人 即刻按键 即刻就换了高大忏 希望加强攻击 但是作围 我觉得是开头那一下有点气势 是开头就有点射门 但接着都收工 好了 这球球就是这球球了 在右手边上球的 那球球应该是古化尔来的 推了进去 你看到丹麦南圈那两个 其实不应该哄 而且防守姿势也有点问题 应该是正面向他 但他侧身很奇怪 一个是迪兰尼 一个是迪兰尼 靠画面底的那个是迪兰尼 是的 另一个应该是美尼 另外一个应该是美尼 是的 美尼 特别留意红圈卡查 为什么要指着呢 因为就是所谓的斜线防守 即是接应边路传宗的防守理论 就是我们要斜线过去的 但是这个卡查似乎站得太深 结果呢 当他传宗的时间 就接不到那球球 你看到南圈这三个点 就是如果是斜线防守 那三个人如果是这样站的话 应该是接到的 但是结果接不到 再加上 昔克有脚峰 奇顺 奇顺 结果轻轻一撥 刚刚有个轻轻一撥 有点运动 结果就 有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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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防守的小小企位的失误 以及 昔克的 有点运动 昔克的 很纯 他看这个赛事的脚峰很纯 很纯 你以往怎会看到昔克这样 是的 很多第一时间的进球 他以往这些是重心脚扣了一波 对啊 他今年很多 他怎会第一时间扣多一波 很多 接应两边 接应两边第一时间撥入 他上一场的进球已经是了 对啊 没错 几个球都漂亮 几球都是 射门的质素也有 触角也有 平时应该他射很多球都是 反反 左脚也有 右脚也有 头锤也有 我们以往看到的昔克可能是未必追到那个位置 或者到了的时候可能是 射球的那只脚就踢不到球 重心脚也有 那一类 通常都是空踢飞机的 对啊 这些 但是你看到这个赛事 他就完全是脱胎换骨的 另一个我们 这个是另一个赛前是不认识的昔克来的 是 好像上了身似的 哦 那 純的嘛 純的嘛 之后他也捅得很痕的 一定是想捅的 但是其实也有威胁的 是后来又爆多次头 不知道谁又爆多次头 停了很久 然后那部电影是整部电影都窄了 第1个是苏石克 还是第2个是苏石克 我忘记了 可能第2个 有2个爆头 好 但是因为中间 冷凍了 完全被丹麥回了气 但是你中间也有喝水的 很迟的 很迟的 但是总之那一刻爆头 真的断了那部电影 之后就完全是 开始发觉时间越来越少 就不断扔下去 就不够 就没用了 丹麥都很畏高 丹麥的制空能力也不弱 所以苏石克的前头又差一点 那不是苏石克不是靠高波的 苏石克这次的赛事不是靠高波的 是靠有供应给他 最初换了 苏石克换了一个军头进来 其实也有很多威胁的射门组合 但是你发现 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搞的 之后断了气 之后就没了 结果这场球 丹麥最终2比1 都比1赛了 那这个 semi-final的对英格兰 真的是不用慢了 基本上英格充足又是紧局了 理性就是英格兰 感性就是希望丹麥可以 多久一点 那你始终有个故事 还有阿力诚 那你有些同情给他 想想想丹麥之前 孫米糕 盧特納九年代 歐洲國教會都是神奇的 都是因為藍斯拉夫禁了賽 保護保持他 現在又有些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是不是有些北歐神話可以再現一下 所以有些感情分 北歐神話都是藍迪正義之師 正義之師就是正義之師 雖然EV聽到很悶 但事實 周圍事實 不是聽到很悶 是很感嘆師 你這樣也還能找到一個位置 事實 周圍事實 我原本想完了英格蘭那一刻 應該沒什麼可以繞進來 你一夜回馬上再來也沒有 那些隔林童話不是正義的 很邪惡 對 就是正義之師就是正義之師 今年的歐洲國家盃的冠軍 其實很早已經定了 就是英格蘭 所以決賽也說了 英格蘭對西班牙或意大利 對西班牙比較容易 對西班牙對西班牙對西班牙很容易 對西班牙對西班牙對西班牙很容易 不是呀 兩隊都是這麼容易 那是否可以開放決賽對五個投注的選項 兩次都會全都會 所以英格蘭根本整個賽事都沒有用過力 意大利對澳地利也用過力 打過加士 對澳地利不是加士嗎 我以為是加士 他是流力到加士 不是 他這些 是詐騙的 但是他明顯意大利用力多很多 英格蘭上一場打了一小時 所以這次歐洲國家盃已經結束了 就跟大家說了 賽事已經是完成了 英格蘭應該如無意外獲得冠軍 越聽越是英格蘭擔心 Baby就說世界盃一二三名都出過順利成章 由第四名奪得歐國盃 即是英格蘭 沒錯 小虎就說怕英格蘭不夠意大利打 怎會不夠意大利打 因為英格蘭還有多少東西未出 這場球隊丹麥的預計陣容 出沙卡 都未到新組 不用 會出沙卡 因為修夫基喜歡用沙卡更多 然後他就讚我們 是這個最有深度的節目之一 大家已經會聽 哪位仁兄 都是小虎 小虎 小虎 小虎的精神或課金都很支持我 多謝你 多謝你的讚賞 多謝 一定會多謝 放棄我都覺得你正在讚我 EF就說越聽越為英格蘭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還有一點要給點信心 正義就是 因為正義 所以有信心 我贊同球媒那句 正義之師 全球足球 亦有娛樂性 亦有走起策略的英格蘭 對 沒錯 還未出 還未出 都已經這樣 再出一點 還不得了 真的 我認真說 修夫基是要贊的 其實他調整到對方是很平實的 沒錯 你見到對方其實沒有太花巧的 不說什麼雙特 那些 不是那些幾十年最強的 他其實這隊是很平實的 不說幾十年最強 他似乎沒有說自己正義之師 沒有說自己正義之師 我講而已 但他有說Football is coming home 是 那他真的 之後全部都是倫敦的 就算他沒有粉踢 都是在倫敦的 沒錯 再加上主場之力 再加上勇頓一定是英格蘭戰多數 沒有得談的 所以 可能丹麥有些同情分 始終艾力臣都在二次踢那麼久 很難會自然不在對面 即是不會噓得那麼大聲 沒有啦 怎麼噓就少一點 怎麼會噓少一點 也見你贏完三四比零之後 除非他正在贏了 就噓少一點 除非他正在贏了 唉 英格蘭這次真的 真的要拿馬斯基金 天使地利人 就算玩到射十二馬都有好處 沒錯 不會射十二馬 還射什麼鬼的十二馬 神經病 搞了一分鐘就搞了他 不要搞那麼多 即是未來兩場都是直落九十分鐘 KO對手 這場丹麥就一定是 但決賽就難說一點 決賽真的難說一點 決賽就難說一點 但應該就不會射十二馬 應該都是八二分鐘內應該沒問題 都是一些實力接近的隊伍 不過冠軍是肯定的 不過我覺得對意大利和西法蘭都應該 正在吃緊 英格蘭? 噢 不要這麼說 我們掀開一點 其實我覺得意大利和西法蘭都差不多 踢法上也差不多 拉丁是嗎 正義之師也要掀開一點 不是啊 英格蘭的節奏加快和緊迫 他其實做得不錯的 他覺得快的人道波道的東西 其實這首英格蘭的球員是給足利的 現在英格蘭的球員不會很快的 他沒有氣場 不是只是拍歌就拍得快 他經過這麼多的名師教路之後 就是收夫基金的名師教路 調教過英格蘭的英超的足球之後 是不同了 大家都一定要代議 對於陣式的適應能力是強了的 對呀 以前英格蘭怎能打三後防 打不到三後防 這幾年的球員聽得多 球員是可以適應到一些複雜的戰術 以前你看到那些人 他名氣大 但真的不行 我是技術的 他每個人都有一個很獨特的專長 但他所有發展不平均 他要你遷就他 不是大家互相配合 所以他每一隊都是很天王巨星 很有靈覺的人 擺在一起 英格蘭是擺不到一隊球 現在其實是正路很多 團體的發揮能力高了很多 所以最後也要說一句 真心推介正義之師 英格蘭 爆了咪咪 但是我支持你的師兄 雖然爆了咪 爆了咪 我再說一次 我真心推介正義之師 英格蘭這兩場球 晉級冠軍 是沒有問題 我支持你 沒有問題 雖然賠彩率低一點 賠彩率零計 其實德國那場都賠彩率都不好 很強的對手 賠彩率 就是看到他這麼低賠彩率 就知道他的信心已經在那裡了 所以正義之師就是正義之師 現在擺不擺切 擺不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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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倍 好分 立刻給我擺100萬 我沒有100萬 但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試問我們借100萬分 借100萬分 你立刻給我100萬 有沒有可以借 沒有 你二千多分 你哪有可以借 真可惜 他明天還沒做 我叫阿莊幫你借 阿莊如果無低心 哈哈哈哈 好 差不多了 今次的歐洲國家盃 說一兩單轉會 很簡單 因為最近也有轉會的新消息 新早說了 不多提了 另外就是跟導師 阿仙奴也要跟進一下 先借 後賣 去哪裡 馬賽 馬賽 確認了 100萬歐元的 Loan Free 再加一條 之後 下一年的 1300萬的 收購條本 今年這個馬賽 都借了不少人 全民造的 阿仙奴也借過 沙烈巴 哦 全民好像都差不多了 暫時 傳了第一口消息 之後未有跟進 阿仙奴也去 阿仙奴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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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 阿仙奴也去了 很多人 招逼買馬 阿仙奴也去了 最重要的卡馬雲加 走不走 卡馬雲加去萬聯 又去萬聯 最新我看到的是車路士 阿不是 可以告訴你 是萬聯的 這些都不用問了 兩隊球隊爭 一對曼聯,一對PFG,PFG今年也是,繼續招逼買馬 拉莫斯,沙治歐拉莫斯正式是加盟,光黃四石 有西班牙國家隊隊長拉莫斯,華拉利也有機會過曼聯 把王加馬德里的中堅拆骨,中堅的夥伴拆骨 王馬會約下你是用艾拉巴加的迷套 年輕人,一老一帶帶身 原來7月1號也有很多 有很多的,我們稍後都會高呼一下 列斯聯剛剛從巴塞找到廢譜,巴塞要offload 都在曼城借了夏里順 沒錯,正式借多一季 巴塞因為要offload的人,所以烏滴滴給真力 就很有機會去二次,二次終於找到領隊了 那就扭牢了,就會正式做領隊 水晶公也找到領隊了,華爾拉 水晶公也找到華爾拉做領隊了 水晶公大家留意,明年可以買對價了 奔利迪斯去了愛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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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利蜜普士,但是過了死敵 真是無論得定 但是聽說之前有死亡恐嚇的 那一定有 不要緊,為了這件事 愛華頓已經決定把主場搬去開邊 搬遠一點,怕了你 怎麼搬呢? 他建立了新主場 明年可以用嗎? 不是明年 即是再過一年 奔利迪斯是長期計劃 奔利迪斯長期計劃,EV說 其他的轉會新聞我們稍後 有時間我們會再高呼一下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阿萊斯基 列斯聯的阿萊斯基 因為廢普加盟 明年應該是會離隊的 列斯聯 之後再說吧 其他那些 我們稍後 可能在夏季初 我們將它總括一次 帶單那些都說完了 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會總結歐洲國家盃 最後的狀況 我們公開 我們預先預祝英格蘭正義之師 是獲得歐洲國家盃的冠軍 下個星期我們也有些特別安排 留意公佈 因為地點上我們有些特別安排 節目是有的 節目一定有的 地點上有些特別安排 可能會有些延遲 聽眾不用理會這些 總之下個星期準時八點鐘 聽我們哭波箱的節目 那就行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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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